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大兴 今天这条视频呢 是我们转盘吃餐厅的第四弹 然后这一次的玩法呢 上一期呢 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找一个路人来随机赚金额 但是当我在之前发出那个想法的时候呢 有粉丝朋友们告诉我 你可以直接选好一家餐厅 然后呢 去到餐厅找服务员 让他帮我们赚金额 然后呢 随机配送产品 那今天呢 我们就采用这位粉丝的建议啊 咱们就先自己转好转盘 选好餐厅 然后根据咱们今天吃什么东西 然后去订相应的金额 最后呢 让那个店员去抽 好吧 那首先咱们先打开之前那个转盘 随机餐厅菜品转盘 三二一 走你 我去烧烤 朋友们说真的 我是不太想吃烧烤 因为咱们家里呢 自己什么设备都有啊 还要花钱出去吃烧烤 确实感觉有点不太划算 不过赚到了没办法 那该去还是得去 我先找一下店 有一个叫做凉山烤肉的一家店 那咱们就直接去这家吧 话不多说 走着 由于今天呢 这个烧烤是我们两个人吃 我们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 就是能吃饱 但是还要有稍微的一点趣味性嘛 大概定个最高的金额是500块钱 那也不设什么一两千块钱啊 要不然的话两个人是肯定吃不完的 凉山烤肉 凉山烤肉 就是这家店啊 一进来就是这样的 他底下没有人接待的 哇 你看他这个锅 这个是碳烧啊 今天这个金额啊 最高是500 然后最低是100 等会让服务员过来赚 你好 现在可以点菜吧 我们吃多少钱 然后就由你来赚 然后赚到多少金额 然后你们就帮我上这个金额的菜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随机吗 对 随机 你直接赚就行 就是按一下吗 对 按一下就行 300 好 赚到一个300块钱啊 然后你就直接按照这300块钱 上那个你们的特色菜就行 因为我第一次来 可以可以 嗯 这里已经下单了300元 这是羊肉 嗯 那个里面的是什么 点了一个黄薯 点了一个冰箱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看这个签子啊 我自己在家烤的 这个签子可能就只有这么长 但是他们这些这么大 确实就是有那种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 好朋友们 那东西呢 已经烤了一波了 因为刚刚是服务员给我们烤的 剩下的之后呢 就让我们自己来烤了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牛羊肉串 蘸料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紫蘭粉辣椒面 哦 看着就有食欲 哦 可以 哦 它这个肉的话呢 是先腌制好的 还有我们点了个臭豆腐 你看 个人觉得还是这个大肉蒜香一些 其实就哪怕不蘸料的话呢 它这个吃起来呢 也是比较好吃的 因为它之前就已经腌制过了 这个是红薯 我这个有一股那种奶油的香味 哇 这个有一股那种奶油的香味 哇 可以 这个不愧是特色啊 哇 真的超级好吃 一口下去入口即化 而且呢 有那种淡淡的奶油的香味 哇 这个肉超级好吃 其实我还是感觉啊 有可能是碳烤的原因 碳烤的就是永远地深 这个花螺的味道有一点像是 之前打假的那个香辣小鱿鱼的那种味道 看这个明显比它新鲜一点啊 容易的好吃 好吃 自己烤自己吃啊 不过就是这个碳烤的 真的还是比咱们家的那个电烤的好吃多了 来 还是这个红薯好吃 哈哈 蒜可以烤 没有生蒜了你这里 有啊 要啊 你看这个是烤蒜 然后他现在给我去拿生蒜了 吃肉不是蒜 香味少一半 哦 你试一下 好吃 哦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有一说一 这个味道也确实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烤肠 也不要给切了 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所以不蘸料的话 其实吃这个味道也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加了这个蒜呢 其实味道会更好 来继续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用给油 因为上来的时候都给过一遍油了 烤蒜 这个烤蒜我还是第一次吃 嗯 还不如不烤 还有两个辣椒 两个鱼 刚刚牛肉羊肉已经吃完了 剩下全部都是这个鸡肉了 最后一波了 还有这个饺子 要是我自己点 我肯定不会点饺子 来啊你吃这个 这个的话基本上呢 300块钱就是三波 现在目前就是第三波了 刚烤出来的 旺仔小馒头 好朋友们 其实吃的也差不多了 不过呢 最后我要硬炊的就这个啊 这个红薯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吃 我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机会我一定要自己把它给还原出来 好吧那剩下这些 还有一点点的话 就我和你们新嫂两个人把它给吃掉吧 那本期视频呢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下一期随机转盘吃餐厅 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 可以在屏幕区或者弹幕区给我私信 好吧那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